我們現在開始上架電鍍 我們前面說我們在前面探放電解硫酸酮的時候 我們的哪一集會產生酮咧? 我們的哪一集會產生酮? 我們請Number B5號 哪一集會生酮? 蛤? 你說副集會產生酮 副集會生酮 所以如果你把那個碳棒改成一個鐵鑰匙 改成一個什麼東西的話 那麼鐵鑰匙上面就會長出銅來 就在鐵上面長出一層銅 所以這種讓一個金屬上面長出另外一個金屬的這個共作 我們就叫做所謂的電鍍 有人會寫這個名詞請你搞清楚 一個叫被鍍物一個叫擬鍍物 我要在鐵鑰匙上面鍍上銅 那麼鐵鑰匙叫做被鍍物 而銅就叫做擬鍍物 你就是想要想要鍍上去的東西叫做擬鍍物 被鍍上的東西叫做被鍍鍍物 好弄去它的名詞的意思 被鍍鍍、擬鍍鍍 好 所以我今天我副集會生成銅 是因為我電解只有銅離子 銅離子得到電子變成銅 因此如果我要電鍍一個什麼東西 我就要有含有這個東西的離子的電解液 意思就是說如果我要想要鍍銅 我的電解質就要有銀離子 我如果要鍍金 那個電解液裡面就要有金離子 我要如果鍍鍍 液裡面就要有鍍離子 所以我們說我在電鍍的時候 我那個電解質要採用 含有你鍍物金屬離子的電鍍液的電解質 這是一個重點 你要鍍銅就要含有銅離子 要鍍銅就要含有銀離子 我們前面說 在我們前面探邦電解硫酸銅的時候 我們的正極會產生什麼東西 No.7 正極會生誰 正極會產生羊 請坐 我們的正極會生羊 然後 我們這個電鍍液的濃度呢 我們的銅離子呢 我們的濃度會越來越大 還是越來越小 還是不變呢 我們在前面探邦電解硫酸銅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樣呢 No.4 4號 電鍍液濃度會增加減少不變 對不起說什麼 減少請坐 它的濃度會越來越小 銅離子會越來越少 所以如果你這樣子做 你這樣做就很麻煩 你的電鍍液就會越來越不能用了 因為離子變少了 實驗室很簡單 一個燒杯 拿來直接倒掉重裝就好了 工廠是個大槽 根本不可能抬起來倒掉 也用把它充滿都很麻煩 所以如果要這樣做 會造成很多麻煩事 所以我們就改一下 改成什麼樣呢 把我們的正極改成銅 那我們就會變成像這樣 接正叫做正 接負叫做負 正會有很多的正 負會有很多的負 負呢會把正離子吸過去 然後就會得電子 新喜歡濕電子 所以銅會得電子 所以負極就是銅離子變成銅 然後呢正極會把負離子吸過去 那這邊要濕電子誰濕去 我講過國中生不知道 不管他或死輩 這裡這兩個都不會都不會濕電子 是銅在濕電子 是銅濕電子 銅把電子溜出去 銅變成銅離子 所以我如果把正極改成銅 就變這樣 這樣做是有好處的 所以我們這樣子度銅的話 正極生銅離子半反應 正極會產生銅離子半反應 所以銅變成銅離子 負極呢反生銅 銅離子會變成銅 銅離子會變成銅 銅離子會變銅 你就發現咧 上面呢產生一個銅離子 下面呢就跑掉一個銅離子 失去一個銅離子 所以看起來銅離子的濃度 會不會增加或減少啊 不會 就是我們的好處 就是我們的好處 待會兒會再提到它 所以就是我們一 一 誰在正極 誰在負極 二 正極半反應 負極 半反應 OK 正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三 質量增加或減少 顏色變深或變淺 濃度變大或變小 正極質量會減少 銅變成銅離子 負極質量會增加 銅離子增成銅 好 質量增加或減少 質量增加或減少 還有一個叫 顏色會變深還變淺 濃度會變大還是會變小 無變 為什麼無變 掉一個銅 長一個銅 少一個銅 多一個銅 應該講銅離子 應該講銅離子 上面呢 產生一個銅離子 下面少掉一個銅離子 所以銅離子 沒關係 用完了 那個夾子拿起來 重新夾一遍 幫他繼續用 就很方便了 很容易處理了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來做電鍍 再來做電鍍 所以我們這樣子來做電鍍 好 我們正極就改成放銅面 讓它負極會生成銅 好 誰在正 誰在負 正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只要增加還減少顏色 變深還變淺 濃度變大還變小